各位還在教徵的路上 努力以及行動補習網的夥伴 你們好 我是葉宜智 然後畢業於國立台南大學 教育經營管理研究所 然後投入教徵到今年是五年的時間 一開始像無頭蒼蠅 書本拿來就一直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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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常常考試出來會發現說 你抓不到一個實際的方向 那後來有一個機會 再不必看到陳毅老師的一個網頁 他知道他在行動補習網這邊 有一個課程在上 那在接觸的時候 我會發現陳毅老師對一些教育的一些概念 他可以把你的比較完整 比較全貌 然後告訴你說 誒這樣子的東西你要怎麼準備 這樣子的方向 你可能才是正確的 才不會讓你一開始 就像一開始一樣 像無頭蒼蠅這樣子 誒 這邊捏一捏 捏一堆 但是或許你找不到重點 那這邊也看了一大堆 後來也沒有 那透過行動補習網跟陳毅老師的一些指導 你開始有一個思緒 你知道說我要怎麼去準備 那像我自己本身呢 我後來就把我的準備方向切成兩大段 在前半年主要以可能行動補習外部 那個提供給你的文本 或是一些張崔興老師啊 玉碧老師的一些專書為主 以專書為主 然後考題為符 所以你在念累的時候 你可以寫個一回兩回 到了過年的時候 後半段 你就變成以考題為主 然後文本為符 因為你一開始你一定要先累積你的一些概念 你寫考題的時候才會開始有點駕親就熟的感覺 那後半段 你當你都知道之後你開始寫考題 因為你如果考古題出來你不會 你就會少人家含兩份 所以考古題對我來講我覺得是很重要 當你在寫考古題的過程中 你發現 在哪個區塊裡面 我可能比較不懂 可能較折的一些概念 你就可以再回去放文本 然後去加強你這一塊 這一塊薄弱的東西 那加上誠意老師 他都是會去準備一些 比較新的一個教育資訊 然後來補充你不足的地方 他透過自己有規律的念書 然後加上誠意老師跟Snow C1 他提供的一些資料 然後去加強你在教育領域的一些專業知識 那我相信 明年你就是上版的那一個 我接觸行動補習網的感覺 我覺得他跟一個實體補習或是面授課 他有一定的優點 一來他時間是非常彈性的 你不用被那個實體課程 然後被時間追著走 你可能今天上完一天你累了 或是說你禮拜六禮拜天 其實臨時是有事情的 你沒辦法到實體上面授課 可是行動補習網這邊呢 他就提供一個平台 你可以在你課餘的時間 或是你覺得身心狀況比較好的時間 然後投入這個透過影音的教學 然後投入這樣子的一個學習 那這樣的話你就不會讓 讓那個時間追著你跑 然後造成你在學習上的效率不好 那再來呢 行動補習網啊 你其實有遇到任何問題 你可能不會通電話或是 隨時向一個服務人員反應 他其實都是會在很短暫的 很快速的時間去回復你 讓你會覺得說怎麼會有一個問題 好像拖了很久還沒有解決 那再來加上 就是行動補習網配合 像是跟誠意老師 還有一些老師的配合 他會開一些講座 的BOSS跟GINES 提到了美國學校資本主義社會 提到在資本上面的論點上看的是 你會發現說他準備了講座 讓你知道要提武灌頂 又適時的把一些重點交給你 你就會發現其實是受益良多了 所以我在這邊還蠻推薦 而且算是強力推薦 可以選擇 行動補習網 謝謝